那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手动的豆芽菜种植架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这个种植的一个容器 是用2000cc的这个宝特瓶 那这个2000cc的宝特瓶沙士或是可乐都有 那尽量选这个平身和没有腰身的 比较平整的会比较好 那我们把上半部就把它切掉了嘛 然后这边你用电运斗稍微烫一下 它会比较强固一点 然后在它的背后这边 然后在这个背后这边 你要挖一个洞 那可以挂在我们这个杆子上 那这个杆子是用湿风管 我们锁一个螺丝在上面 到时候我们这个就可以把这个挂上去了 那目前我是用这个湿风管 可以防止它往后倾倒嘛 所以我们就采用立体四通采用三个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挂上去 好那你在它的底下啊 你可以把一个这个不锈钢锅 好那就可以盛水 好的 那你必须准备一些绿豆 好绿豆的话我们就是 昏北把这个容器把它装一些绿豆 那这边也是装一些绿豆 那这个绿豆最好是要先泡水泡一个晚上 这个花芽绿会比较好一点 好那这样就挂上去了 那到时候你就准备一个小瓶的 这种宝特瓶 那上面弄个焦花的这个头 那我们来给各位看一下 它就会从上面滴到下面 然后这边就被收集起来 那你一天啊 可以弄个三四次都OK的 最好是多弄几次 然后呢 因为这个绿豆芽在花芽的时候 最怕的就是光 因为有光的话就会变绿的 所以说你可以准备一块这个黑布 黑布就把它照起来 这样就比较大块一点的 这个随便把它照一下就好了 那当你要浇水的时候 就稍微跟它翻开一下 稍微翻开一下 再浇一浇 然后再盖起来 那这个布的话 尽量不要用太密的 太密的就不透气 它就能用太密的就不透气 但是它就能用太密的就不透气 这样就能用太密的就不透气 然后再用太密的就不透气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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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